請問昨天這邊過去在外面都是用什麼樣的方式處理民眾意見 大部分過往的民眾意見都是透過手短信箱 比較多報復長或是臥門中心的 那這信用來都是透過承辦同仁做分案 分案完的時候由他們蒐集相關的資訊 牽絆 承核 然後承核完我們批定然後就恢復當事人 比較沒有外部的力量外部的知識性的參與 過往大家都這樣處理 通常民眾會來諮詢的問題大概會有難性嗎 各式各樣 像我們這邊最多的是報稅的問題 另外一個是電子號票的問題 那稅的當然是對我們一些使用介面 或是裡面有一些在核稅的這一種問題 不夠了解要我們跟他做一些答覆 大概這些問題比較多 自己電子號票呢那更多了 包括一些電子號票抽獎的問題 或是希望增加額外獎項的問題 這些問題都有 會不會遇到民眾的問題 沒有辦法在單一個單位去解決 有沒有遇到這樣的情況 當然會有 那通常會是民眾的意見過來之後 然後收到的那個人再去扣其他的 其他人一起想到的問題 通常那個過程是怎樣 像就以這一次 make about這問題來說 這問題就對我們來講就比較困難 因為這報稅的軟體其實見人見智 怎樣的畫面是最好 有些人習慣傳統的畫面 我已經報了將近十年了 我覺得這樣我非常comfortable 但有人就見你這個太古板了不好用 所以這個時候真的是就莫中一世 不知道怎麼辦 只要聽年輕人還是聽哪一輩呢 就很為難 所以這個是我們比較困擾的 所以這次行政友來幫忙我們 我們就覺得非常非常好 我們可以結合共耗的力量做個整合 謝謝 那想請問 如果這一次這個案子 沒有經過寫舊會議的話 那它本身就是 也是一個需要去畫的 或去寫上的 那如果是以原本才的東西這邊 處理的流程的話 大概會怎麼解決 如果沒有PITIS的話 我們大概方法 我們傳統的做法 我們會找過這句 一起來討論 就是養護稅數 大家共同去討論一個認為 比較可行 或是比較經濟有效的方案 做個回應 那所以大部分就是 我們有國衛局的通人 跟我們中文通人討論 大概就會定案 當然定案我們還要簽給上面核准 大概是這樣 那也想請問 主任這一次收到這個主管議題 要召開寫舊會的通知 當時候收到這個通知的心情是如何 喔 很恐喔 因為大院長官要來跟我們指導 一定是我們做了很多事情做不夠好 所以來當然是有點坎坷 不過真正參加 因為第一次我自己參與嘛 我就覺得非常comfortable 我覺得這是一個非常friendly 而且讓大家展現熱情 而且非常民主的一個程序 來表達彼此的意見 我覺得這樣的合作 我非常 我覺得我非常好的一個模式 所以第一次會 我們就come out一些答案了嘛 所以我覺得很好 那被視頻說的體力 最後變成是中益之兵業務長 也有調整 那對於這個後續業務的推動是不是有幫助 會很有幫助 因為就像我剛剛講的 這種use interface是見仁見智 所以我們怎麼改 我猜有人會喜歡 還是有人不喜歡 當然還是我們不喜歡的時候 還是有一些罵聲 一般比較pro你的聲音是不太會出來的 可是against的聲音會是很大聲 所以這時候如果說 因為我們經過這樣一個比較民主的程序 整合各方面的力量 包括民眾 政府 邪界 社群都進來 那這是大家共同看出來的結果 這樣我們就比較對外有說服力 甚至於有時候 說明這些原來參與的人 還會幫我們講一句話 所以這樣我覺得我們比較有一個團結力量 去面對外面的質疑 所以這對我們幫助會非常的大 那主委你可不可以也針對這幾次協作會議 給我們一些批評跟指教 有沒有什麼是我們可以再找一個更好的地方 哇這個是難題 因為我參加結果我倒覺得非常的好 基本上我倒沒有認為太多可以批評的地方 那反而就是我覺得說 我們有剩下的一些問題 我們會比較傾向 用這模式再繼續來找一些答案 比如我們前一陣子就覺得說 電子花票 上次必須幫我們處理的是網頁 就我們的爆水網站的問題 可是我們的電子花票其實也滿多聲音的 那很多立委或是很多媒體就認為說 我們電子花票沒有發揮應有的效果 也沒有達到原來的設定目標 比如說我們希望那個真正簡淋減碳 要把它的花票淫端化 這個都做得不夠徹底 可是事實上我們就遭遇到困難 因為到目前為止那個比例還是沒有 只有成長沒有很高 所以我們就覺得需要從外界吸收一點外面的聲音 看看怎麼樣 讓我們可以做得更有效更好 所以我們上次也就安排一個黑客送 可是裡面的印象模式 Around就是Pitties的模式 我們從裡面get something 所以像目前我們在推動一個叫做 校園電子花票的行銷 運動花票行銷 我們其實是從上次 Lays Bitties這樣的會議 就是黑客送裡面的一個建議 認為應該要從年輕族群這邊走走 所以我們現在就規劃一個program 要去推動這個事情 你不會做到的 你不會做到的 又不是 你就會擔心 我跟你說 我知道